在金融市长林游昌与立法人蔡世英陪同下 总统蔡英文进入即将完工的金融成绩转运站视察 林游昌表示成绩转运站主体为三层楼建筑 配置有国道客运停靠月台 中山一路侧公车后车停靠区 后车大厅旅客服务中心 并透过大顶棚衔接整建后的救火车站 未来可隆纳周边18条国道客运路线 及32条公路客运与市区公车 提供台铁国道客运及市区公车无缝转程服务 总统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成绩转运站 那转运站其实也是总统的一个证件之一 那在这几年我们陆续把它推动 到现在已经几近完成 立法人蔡世英哲表示因应基隆多雨气候 成绩转运站的大顶棚设计将成为地标型建筑 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台铁轨道运输的做法 配合明年游轮赴航基隆观光的春天即将到来 对基隆来讲完成了转运站 可以将周遭的大众运输工具整合 不论是市区公车还是国道客运 让基隆市民在大众运输的这一块 有一流的服务水准 未来的整体的运营就交由适应继续来办理 我要说的是我们把过去没有做的事情 透过这几年我们的努力一步接一步的完成 总统来这边就是要来了解相关的进度 因为这个案子是由中央和地方来合作 也就是总统 六昌市长加上市印 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 过去这几年努力的成果 六昌进一步向总统报告 成绩转运站不单单只为了基隆通讯组规划 未来包括国门广场二企工程 西岸三层缆车站 港西街公办都根及基隆捷运车站等四大计划 将在转运站完成后陆续推动 也就是我们的转运中心好了之后 现在前面的国光的临时站 要搬上来我们的转运站 第二个是我们的国门广场 在国光临时站搬走之后 要进行国门广场的二级工程 第三在邮轮转运站跟我们的火车站 跟我们的城际转运站的中间 未来在这个地方要盖一个西岸三层的缆车站 那目前的进度是可行性的一个评估都已经做完 在今年要进行规划跟设计 那我们希望在后年的时候可以开始动工 那未来这边缆车站就会结合邮轮 结合客运 结合火车 然后甚至结合捷运 未来西岸三层可以直接拉一站到我们的太平国小 也就是太平清鸟的这个地方 那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捷运站 未来的捷运站 目前初步规划进到市区大概会是在我们的火车站的南站 后面的一个停车场的这些相关的一个位置 所以经过刚刚的一个说明 其实今天我们完成的不只是一个转运站 它后面还有四个大计划 要接下去继续推动完成 对于成继转运站即将完工启用 总统蔡英文非常肯定 强调在基隆市长林耀昌提出计划 立委蔡世英积极推动与中央大力支持下 成继转运站不只改善火车站前交通用赛问题 还新增商业与活动空间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将更为便利 除此之外 它也串联了我们基隆的火车站 我们广场 北口广场以及西二三旅运设施 将是我们国内国外旅客 转程到首都圈和邮轮的关键的枢纽 那么透过我们这个成继转运站 市府团队不只重新梳理了我们交通动线 也带动了整体市容的更新 我相信基隆一定会越来越漂亮 蔡英文进一步表示 八年的时间完成这项重大建设 除了林耀昌市长与市府团队很拼外 蔡市应委员也扮演最强队友角色 加上交通部的配合支持 她相信基隆未来会越来越美丽 市长提出来的好计划 加上我们市应委员积极的推动 以及我们中央的大力的支持 那么这项计划呢 它的总经费是7亿多 那我们交通部呢就补助了超过3亿 那么不只是转运站 这八年来包括基隆捷运 军港西迁 都是循着这样的模式 中央地方团结合作 蔡市应委员争取协调 基隆才能够快速的改变 金融市政府交通署方面表示 金融成绩转运站在108年6月动工 目前工程进度已达99.64%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11月20号完工 金融市政府将委员专业厂商负责营运管理 预估每天将可吸引6到7万旅运与修器人士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